YoYo我是魯特 凌晨的2點半 伸手不見五指的公路 不說你可能看不出來 這裡在早上是可以看見無敵海景的台11線 現在除了在地上的標線 右手邊海岸上微微傳來的浪花聲 以及摩托引擎的運轉聲 剩下的什麼都沒有 對,又是一次騎到凌晨的旅程 今天是我們的移動日 目的地是花蓮 從台中到花蓮 最快的一定是走台四甲接中橫 里程少 路線簡單無腦 只要一直騎在同一條路線上就好了 但是因為前陣子的大雨 加上地震 再加上落石 官員到落韶這個路段 在4點之後就會進行夜間封閉 對,這邊要注意 雖然錶定上的時間是打5點 但實際上在過4點初的那一波放行之後 就要等到隔一天早上7點 才會再度放行了 這一點魯特有非常深刻的體會 因為在這禮拜出發前 我因為有事要到花蓮一趟 7的中橫 回程的時候在落韶被擋了下來 只好一路半倒回家 會進行預警性封閉的原因 在看了官員段的封閉之後 其實我也就說了啦 那個情景真的是觸目驚心 經過的時候 還會有石頭陸續的往下掉 甚至當我這部影片做到這邊的時候 現在又有新聞傳出又崩了 這邊也順便呼籲一下大家 最近真的不要走中橫 因為落石不長眼 自身的安全還是最重要的 也因為這樣 最後決定先一路往南 從南迴進入台東 再走台11線進入花蓮 當然這樣的行為 連自己都覺得自己是瘋子 對 繼上一次帶觀眾去德恩雅納之後 因為收到同行的觀眾們 蠻好的回饋 魯特自己也覺得 以這種方式來回饋一直以來 支持小弟的大家 也是一種不錯的方式啊 不然在影片裡面 都一直說自己騎爆 但是好像也沒有跟太多人一起騎到車 感覺還是會怪怪的 所以在上一次德恩雅納結束之後 我在IG還有臉書上 開啟了第二次的報名 我還記得在那個表單開放後的30秒吧 就已經有超過60位的朋友報名了 真的超出我預料之外的踴躍 很感謝大家這麼踴躍的報名參加 沒報名到的朋友也不用緊張 這個系列將來也會一直持續下去 每個人一定都會有機會一起騎的 今天呢 挑戰超越自我的極限 現在我們時間 3點10分 你以為是下午3點10分 錯 是凌晨3點10分 我終於他媽到花裡了 明天是我們 跟觀眾一起去騎車 EP2 今天可以說是騎得非常狂貝 為什麼我能快要反穿了 因為剛剛女子他媽的賽事 現在太大了 幹 我現在內褲是全濕的 然後衣服也是濕的 左腳的鞋子是踩得出水的那一種 要輸多狂貝就有多狂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把它騎成這樣 幾經波折啊 我覺得這次 光是這個移動日呢 我覺得就比24那樣還要累了 這禮拜呢 是我第二次的華麗 我們今天騎了這麼久的車 但是我其實也沒排到路上 因為剛剛騎的路呢 我明明都會去走 剩下我們不要再吐嗦了 我現在照樣趕快洗個澡 然後睡覺 等一下還要去把我的衣服烘乾 明天 我們再好好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次的觀眾 晚安啦 到了旅館時間已經超過凌晨3點半了 我們也準備休息 睡個3個小時 準備明天一早 與這次的觀眾們 一起起爆回蘭 請問中間 I know you haven't noticed You know, you know That I won't let you go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and I'll let you know How it feels when time goes slow And I won't let it rush When I see you dance and the moment comes When I fall and time goes slow I fall into you I fall into you Hey, I wish I could show you more Cause baby, you deserve some more But still you're here and that's what I adore I should have told you straight away Everything I have to say But I'm afraid and I know you haven't noticed You know, you know That I won't let you go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and I'll let you know How it feels when time goes slow And I won't let it rush When I see you dance and the moment comes When I fall and time goes slow I fall in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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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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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觀眾去騎車 一早的花蓮 天氣沒有說到太好 天空還陰陰的 氣溫甚至偏低 從花蓮市區出發 在騎了大概30分鐘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今天的集合地點 Seven的太魯閣門市 9班然後夾滿 嗨 不要睡覺 有啦有睡一下 我來把車停好一下 這一次的一開始 相比於上一次的德恩雅納 很明顯可以感覺到 自己在面對人群的時候 比較不會緊張了 可能是在最近帶觀眾去騎車 要同時面對一群人 甚至要臨時跟大家不打試像 在這個過程中 自己也有所成長了 這一次是重庭啊 大家應該是他吧 不是當那個嗎 小幫手 對對對 拍照小幫手 這一次我們也請到 我們位在台東的好兄弟 重庭兄 來擔任我們的媒體組 替大家拍下各種不同視角的照片 這一點也是我覺得 比上一次更進步的地方 以防跟上一次德恩雅納一開始一樣 迷路 這一次我們也有花蓮在地人的陪伴 至少星辰在跑的時候 不會有像上一次 瘋狂迷路的窘境 他賣了我的貼紙 然後請我貼 尊榮服務 我們VIP11才有這個服務 有沒有我貼的技術 好醜 蛤 什麼很醜 還好吧 這一次我們跟觀眾騎車第二集 人數呢又比上次更多了 我們的設備也更完善了 這一次我們還有在地人 以防說跟上一次德恩雅納一樣 一開始的時候會迷路 所以呢這一次有一個我們的 他叫小小准 反正我們的在地花蓮他叫小小准 然後他會騎第一個 不然的話我怕又跟上次德恩雅納一樣 就是又要花很多時間在迷路上面 我只希望今天不要下雨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觀眾可以嗨一點 應該有人聽到吧 再加上我們的觀眾可以嗨一點 通常一開始都是這樣的 因為大家剛見面 然後現在大家才見面不到半個小時而已 都會很害羞 那我相信會懶呢 他的心裡基本上就一定有那種 熱血的基因在 所以呢再給他們一點時間 他們就可以變得拍拍 就跟上次我們德恩雅納一樣 另外一件事就是其實 要對很多觀眾說不好意思 因為有些人他們說 他們想要培起啊 或者是有想要參與我們這次的行程 那魯特在這邊要跟大家說抱歉 就是因為因為其實這次 我們每次觀眾出來騎車 他們都是有報名的 那我覺得如果今天真的太多人來陪騎的話 可能會有點拖到我們的行程 然後也會影響到那個 算是出遊品質吧 因為他們都有報名 那我想說把行李就是完完全全花在他們身上 因為畢竟他們 喔也是要搶呢 我看那時候表單開放的時候 六十幾個 還有一個人跟我說他一直刷一直刷 結果刷不到 反正魯特要跟你們偷拍這 因為這次報名就是 這太踴躍了 那陪騎的話呢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做像是以日游的啦 或者是環島啦 那都可以陪騎 放心 絕對有機會 如果有報名的話呢 我就會基本上以他們為止 然後我們等一下準備要出發我的第一站 利物吸出海口 GOGO 然後他們已經戴好安全帽等我了 昨天實在是騎得太累 所以我決定那個上司德恩雅娜一樣 一口氣把一整杯咖啡灌完 把騎到三點才到花蓮 GO 在這邊把油量補滿 順便又再一次的把一整杯咖啡灌下肚之後 我們一行人 22個人 也正式起乘了 在這次報名完之後 其實一直也有很多朋友私訊魯特 問我說能不能陪騎啊 那魯特也是覺得很抱歉啦 因為以我的能力 目前真的有限 沒辦法一次帶那種超過五六十個人出遊 所以目前還是會以報名成功的觀眾為主 陪騎的話 之後的環島或者是有一日遊的行程 我會再PO給大家 讓大家一起來騎車 這次的觀眾除了花蓮的在地人之外 最遠的是一位來自金門的警察 剩下的朋友則是分別來自台灣各地 因為在花東 所以大家幾乎都是前一天請假 或者是在下班之後直奔花蓮的 一早大家集合的時候就在聊說 昨天是幾點出發的啦 從哪裡騎 怎麼騎過來的 每個人可以說是在這一趟旅程 還沒有開始之前 就先來一個沒有500公里不開始的行程 也算是名副騎士的騎鮑爾 第一站表定的行程 我們準備前往利物錫出海口 但是沿著河堤走 我們順順騎了大概5分鐘吧 才經過5分鐘不到 前方的路就過不去了 算是半迷路吧 這就是一個魔咒你知道嗎 每次一開始一定會這樣 就是我們跟觀眾出遊的魔咒 有在地人的話 我們出去的時候還是會小小的迷路 那迷路我覺得在一趟旅程裡面 也是必備的元素啦 這樣才好玩 你看每個回頭過來的人 臉上都充滿著笑容 應該吧 應該是都充滿著笑容啦 我覺得這一定是一個魔咒 這個魔咒甚至連花蓮在地的朋友 都無法拯救我 雖然這只是第二次帶觀眾去洗車 但是以目前的紀錄 每一次的一開始 絕對一定要稍微迷個路 才會開心 但即使是這樣 至少我們這一次 還是有比上一次進步 因為這一次沒有任何人倒車了 在把車掉頭之後 回頭沿著利物溪旁的河堤 一路往回騎 在經過了五分鐘之後 路 又過不去了 被封了 被封了 被封了喔 對 那也是走外面 那是別人走外面 那條路會比較小 OK啊OK OKOK 辛苦你了 又再一次的走錯路之後 最後乾脆直接放棄原本的路線 沿著台八線接到台九線之後 直接進入市區 經過之前來過在花蓮很有名的嘉興冰果店 沿著道路繼續直直直到底 到了堤防之後向左轉 海 也開始出現在我們的右手邊 今天花蓮的海看過去 少了印象中那一種藍光閃閃的感覺 靠近岸邊反而也灰灰的 應該是跟這幾天連續的雨 把山上的土石全部往山下衝 而這裡又剛好靠近利物溪的出海口 所以看過去 蠻像西半部的海的 今天的風也超級大 所以在這邊拍的素材 可以說是完全被風聲摧毀了 還是有一個佛咒存在 為了不繼續摧殘大家的耳朵 我們在這裡也沒有待太久 那魯特覺得新陳海提這裡 在騎了一個路段之後 會進入類似沙地的路況 我們以公路旅遊致命星 越野之石 目前是可以繼續往裡面騎 但是因為這次人數真的太多了 加上各種車種都有 所以其實也不太方便繼續深入 怕騎到一半就卡住 或者是因為輪胎抓不住滑下去 就尷尬了 所以如果有想來的朋友 從柏油路轉換到沙地上的時候 速度一定要放慢 走錯路加上時間已經開始delay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即將前往 和行程表上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離開新陳海提 接下來我們接回台九線 接著接到193線道 準備前往花蓮在地人推薦的私密景點 那其實從第一次帶來觀眾去騎車開始 我遇到的第一個難題 就是把行程排出來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蠻隨性的人 路線條條大路通我家嘛 這次出發前的中橫 就是最好的寫照 能繞遠路絕對不會走近的 好啦這句算是有點幹話啦 能騎土路就不會想要騎柏油路 行程騎到路邊覺得漂亮的地方 我就會停 自己是覺得這樣更有那種 自由騎車的感覺 不被行程景點綁架 也因為這樣影片中幾乎每個地方 都是在當天到的時候直接拍 沒有說會特別找他漂亮的時候去 相信看起來也會更自然 盧特也真的很建議大家 下一次出門前 就排幾個你想要去的地方 然後不要多想 也不要訂房間 就直接出發 那一種自由感真的很難用言語形容 真要形容的話大概就是 騎到哪停到哪 去哪裡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在騎的過程中 是不是真的開心的專注在騎車這件事上 我是不知道在這趟旅程的一開始 這群觀眾們是不是也是這樣想的啦 但是我自己是有很深的感覺 就是我們今天在行程的一開始 就非常的自由 在193線道上騎了將近20分鐘 經過七星潭之後 我們從193上轉進一條小路 經過一小段兩邊都是綠草的碎石路面 最後來到了花蓮環保公園 花蓮環保公園位於七星潭南段的海岸 齊萊比燈塔旁邊 原本是一個臭奧爆的地方 因為之前是一個垃圾掩埋場 封場之後回歸自然 改建成環保公園 在這裡有著海天一線的美景 可以遠眺太魯閣 天氣好的時候 甚至可以直接看到清水斷崖 周圍的遮蔽物不多 是一個可以欣賞日出的地方 也因為離航空站的距離不遠 在某一些特定的時段 還可以看見戰鬥機起降 而在這美麗風景的背後 說起來其實也蠻諷刺的啦 原本垃圾掩埋場的垃圾 因為數量實在是太龐大了 沒辦法清除 所以直接在垃圾的表層鋪上沃土 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草地 很難想像我們眼睛看著的 是沒有任何遮蔽物遮擋的無敵海景 腳下踩著的 卻是超過100萬噸未處理的垃圾 老實說當我當下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眼中看到的 是海浪一波一波拍打岸邊的畫面 心裡想的 是這一邊空間上 只有海風吹來的寧靜 但是當我在結束一趟旅程 回到家打開電腦開始查資料之後 才發現我們踩在這一塊 滿目瘡痢的土地上 欣賞著自己為世的美麗 完全不知道這裡曾經的樣貌 瞬間覺得 當天在環保公園那一種 覺得這裡好漂亮 的這個心態有點愧疚 不過即使這樣 花蓮環保公園 盧特覺得還是一個非常值得來的地方 來到這裡看著這一片美麗風景的同時 也能讓我們自己反思 海洋垃圾 環境污染 對於廢棄物議題的重視 離開了花蓮環保公園 我們繼續騎在193線道上 一路經過花蓮港以及南濱 其實從今天一早 都是暗迷夢的天氣 直到結束了花蓮環保公園之後 才開始出現一點點的太陽 過了花蓮大橋 接到台11線 這邊開始才比較有那種 東半部的蔚藍 氣溫在這邊也開始變得熱起來 而今天的午餐地點 就位於台11線上 從以前環島到現在 我已經經過了不知道幾次了 但是這一次 卻是第一次來吃的 凡渣萊原住民小吃 剛剛我們去了花蓮環保公園 然後現在我們人來到了凡渣萊 我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外表看似一起演 但是在Google的評價上 是非常多顆星 今天中午的用餐地點 是位於台11線上的凡渣萊原住民小吃 一桌4000元的核菜 口味我比較不挑吃 所以覺得還OK 魯特是覺得CP值滿高的 菜吃到真的不知道有幾道 已經吃到超撐的老闆娘還一直端上來 這是鯛魚啊 牠最早的名字叫烏鍋魚 後來牠等級 牠出國了 所以這就叫做 台灣鯛 牠出國了 我們的烏鍋魚也很好 因為養在那邊 牠才不會有土味 因為山泉水一直下來嘛 那個水要活的 所以牠才不會有土味 不要連看你們的魚跟牠的魚 我漂亮給你們 你們被我長弄得那麼醜啦 有沒有看到 你看看 這一桌是比較餓的啦 餓也餓 餓也怪怪的耶 一上來就狼吞虎咽醬 這個太好吃了 對對對 太好吃了嘛 還有 對對對 還有羅肉 還有羅 這樣我們是幾道菜啊 好啦好啦好啦 不要給那麼多了 你吃不晚 你看看 好好好 吃飽喝足 我們準備了繼續下午的行程 原本預訂的行程 其實是要從台11線 一路騎到光風公路 再從193線到 進入鳳林 但是就在吃飯的時候 魯特發現大家好像真的蠻累的 在花蓮在地人的提議下 我們又再度很臨時的更改了我們的行程 讓大家有一個地方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 從出發到現在 我們騎的地方 可以說是只有集合點 以及午餐地點 是和行程表上是一樣的 決定了目的地 接下來我們從台11線上 轉進遠雄海洋公園附近上的小路 其實這一條路 在我當初排行程的時候 也有看了很多這邊的景點 但是畢竟只是從街景上來看 所以很多細節其實還是會看得不清楚 所以最後沒有排進行程 不過就跟一開始出發 迷路的時候一樣 趁這個機會 來騎一下之前沒走過的路 也是很不錯的 這條小路 在靠近海岸山脈的最北端 海岸山脈到了這裡 已經算是開始偏緩了 但即使這樣 在彎進這條小路之後 上坡法夾灣還是有夠多的 兩邊的植物也茂密到 變成花蓮海線版的綠色隧道 隨著我們一路爬升 經過了不到幾個法夾灣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 花蓮最美秘境 花蓮最美秘境 不是魯特亂取的名字啊 是這個地方真的就叫做花蓮最美秘境 想要來放的朋友 直接在Google Maps上搜尋花蓮秘境 最靠近遠雄海岸公園的那一個 就是了 到路緣費一個人是100塊包含保險 然後無論所有的果汁 咖啡熱茶都是免費提供 排隊領取就可以了 然後我這邊是風景區 不是餐廳也不是咖啡廳 如果車上有帶外食或名菜 裡面都可以使用 有沒有看到那個海景大時鐘 有 旁邊有一個紅色的樓梯 移過去可以坐在那個時針分針上面 如果怕高又怕死的就不要上去了 一個人收費100塊 咖啡可以喝到飽 通常這種地方外食是不能帶進來的 但是這裡卻很奇怪的 特別強調你可以帶外食 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一個秘境景觀園區 從這裡可以看見整個花蓮市區 以及遼闊的太平洋 很可惜今天來到這邊的時候 天空不作美 雖然看過去有點霧霧白白的 但還是可以感覺到在好天氣的時候 一定是view超級好的地方 在這裡我是有試著飛空拍機 不過在走上了這個樓梯之後 我覺得剛剛的空拍機可以說是白飛了 我覺得在這個氛圍下是蠻舒服的 不過有一點缺點就是 我覺得今天天氣沒有說到太好 就是陰陰的沒有太陽 即使沒有太陽 上來這邊還是可以看到如此的風景 所以如果下雨時你們有來的話 挑一個沒有下雨的天氣來 基本上還是可以看到很好的view 之前在機車旅遊的時候 基本上我都是不太去那種網美景點的 因為我比較偏向那種一直起爆 然後去那種自然的景點 那我現在就躺在我這個 網美都把這個球叫什麼 水晶球透明球還是什麼球 他們坐姿就是坐得很正經 我們的網帥照 道友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我現在非常舒服地躺在這個姿勢 我有一種回到母胎的感覺 你知道嗎 Facebook有安全感 在這邊就想到我媽 我現在就在我的母體裡面 好餓喔 非常的舒服 你這樣是什麼你知道嗎 剛剛胎會有症 因為頭還要再動一下 頭要超像 我判斷這個人應該不還是機型 對 應該是機型喔 你幫我拍張照 雖然說這個景點 不是我們一開始安排的行程 但是我們既來之則安之 在大家休息的時候 我們也把握時間 好好的在這裡 玩裝置藝術 不管是正經八百的網美照 還是集結藝術與文化 同時不是一點幽默的創世紀 在這邊的這個時鐘 我們大家都是時間的旅人 完全不需要空拍機的加持 加上距離台11線不用10分鐘的路程 雖然上山的時候 真的是需要比較注意路況 但在這裡可以同時 看見整個花東縱谷 與花蓮的海岸線 我想如果下次還有機會 我一定會在天氣好的時候 再來一次 在這裡讓大家休息了 大概兩個小時吧 我們接下來也準備 往花蓮的南端前進 從海洋公園後山的小路上 我們在下山的同時 可以看見整個花蓮市區 盧特也蠻推薦大家 如果有前往花蓮最美祕境的話 下山的時候 不要從原路回到台11線 從遠雄越來大飯店的這條路 可以順路欣賞剛剛還沒有看過的風景 路況也會比剛剛上來的路況還要好 幾乎沒有法夾彎 而最後也同樣是會接回台11線 從台11線再次經過花蓮大橋 轉進台11丙線之後 映入眼簾的 首先是橫跨木瓜溪 長度將近1公里 騎在上面會看不見對岸的東華大橋 我們剛剛從花蓮最美祕境上 往花東縱谷看過去 看到了那大條河流 就是這條木瓜溪 台11丙線 長度只有短短的不到20公里 全線位於花蓮境內 平時的車流量不多 這次我們是在假日的時候來到花蓮的 沿途幾乎沒有什麼車流 算是還蠻好奇的 放眼望去前方 看到的都是這次參與的觀眾 還是挺壯觀的啦 大概在騎了20分鐘之後 我們左轉 接下來準備再度往海岸山脈靠攏 而就在左轉之後不到30秒吧 無情的雨滴也開始下了下來 到花蓮騎車我覺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下午真的會非常容易下雨 在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盡量不要帶雨衣 除了可以減輕背包的重量 還可以享受淋雨騎車的自由 整個花蓮面積超過4500平方公里 作為全台灣面積最大的行政區 在這裡的線道當然就是要長 而193線道 全台線道之首 是長度唯一超過100公里的一條線道 雖然長度是全台第一 但是粗度 不是粗度 是這條路的寬度 就不是說這麼寬了 這次我們是從米站附近接到193的 面臨到的幾乎都像是 產業道路那一種 只有單向通行的車道 這段路幾乎都是彎彎曲曲的山路 路面有時候也會有倒墓 騎乘的時候 還是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在路況上 最後騎完的193線道 我們也來到了劍陰大橋 劍陰大橋除了是一座橋之外 也是一部經過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 在民國66年的夏天 因為帶那颱風來襲 花蓮溪水暴漲 原有的便橋被重毀 現在已經廢校的鳳林鎮三星國小 時任的幾位教師 為了到校上課 冒險渡河 結果因為洪流湍急 這幾位教師就直接被洪水沖走了 其中張健、鄧玉英老師 不幸的在這次意外中殉職 後來為了表揚這兩位老師 為學子犧牲奉獻的偉大精神 在重建了新橋之後 才命名為劍陰大橋 在新橋旁邊 也保留了舊橋東側的部分橋生 規劃成紀念廊道 新橋的雙塔造型 代表著的是張健與鄧玉英老師 雙手合十 繼續守護鳳林居民的意象 劍陰大橋的故事 雖然有些失落 但是隨著時間的巨輪向前滾動 這座橋背後的故事 精神、意義 永不消失 那我覺得這座劍陰大橋真的蠻特別的 它有拍成電影 那如果有空的話 你們可以上網去搜尋 然後它這個橋柱 上面那一根真的叫什麼? 橋墩 欸不是橋墩是下面 橋... 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啦 反正它就是一個和... 橋而美 它這個形狀呢 據我上網查到的資料 它是說它是一個和長的形狀 那有兩個呢 就是紀念那個 當時這兩個老師 個人是覺得非常的感人 希望我們有一天呢 我們活在世上 也要這麼的有意義 燃燒自己的生命 奉獻給別人 到今天到現在 我都還沒有介紹我們這個好夥伴欸 其實我上一次來台東 我要找他 上一次來台東是什麼時候 不老騎士那一次 因為我晚上有開會啊 開會那個都會開到10點 對啊就是開比較晚 所以那時候本來想說要找他 然後出來聚一聚 可是那次的時間真的太趕了 沒辦法 因為他們住宿的地方 就在我家旁邊而已 對 很近欸 離我家 跑步跑快一點 應該10分鐘就到了 那還是蠻久的 跑步欸 可是要跑快一點欸 很累欸 騎摩摩摩摩車 一分鐘就到了欸 今天我們的這個 算是我們的媒體組 對對對 影音媒體組 今天換我當媒體組了 影音媒體組 今天我們這個出老騎士 我看這個年紀差不多喔 因為我們今天走的行程也是出老行程 真的欸 因為今天我們車騎的少 那我覺得原因是因為 西半部要到東半部 真的他媽太遠 然後很多人都是 前一天就直接沒睡覺啦 不然就是只睡兩個小時 像我也只睡三個小時而已 就是他們會比較累 一個人呢 睡三個小時還可以像我這樣 這麼有活力的 少 真的少 真的少 我沒看過幾個 沒看過幾個 我可以說是天生骨骼特異 萬中選一的騎車少女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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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走了 真的要走了 剛剛下了一點小雨 就是這樣 非常的free 我們就是行程很隨性 其實今天下午走的行程呢 跟 我原本排的行程呢 是長得完全不一樣的 早上也不一樣啊 早上也不一樣啊 我們完全都不一樣 明天我再也不一樣啊 明天應該也不一樣喔 反正我們這次 我們這次真的很隨性啊 好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要過這個建英大橋 過去之後就是台九線 然後那邊有一間7 我們先去那邊休息一下 從193往台九線的方向 繼續往下騎 在4-5月的季節來到這裡 還可以看見滿滿的遊童花 雖然GoPro的鏡頭很髒 我也忘記清了 但是還是可以看見 柏爾路的兩旁 鋪上了一點一點白色的 五月雪 經過了建英大橋 我們也來到了鳳林鎮 在7-11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啊 這個大家一聽到要回民宿 精神全都來了有沒有 大家已經開始聊起來了 剛剛呢在建英大橋前呢 沒有人在聊天的 每個人都好像很累啊 不過的確這次的行程 我覺得其實我有一點 對大家很抱歉啊 因為這次的旅程呢 就只有兩天而已 又是一個六日 那如果你今天 是從西半部要過來的朋友 真的那個第一天 喔真的會很累 你要一天 一天之內就從 呃台南啊高雄啊台中啊 南投啊台北啊 桃園啊 直接騎過來 我覺得真的對大家來說 真的都太累了 下一次可以改進的空間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啦 就是可能花冬的行程 我就會排個三天 那當然就是你要有假 或者是你有時間 再來 這樣會比較好 時間也來到了接近傍晚的六點 我們也準備前往今晚下他民宿 鳳林最美民宿 對他的名字真的就叫 鳳林最美民宿 可以看到這群人到了民宿就這麼開心 一聽到接下來我們準備前往民宿 大家的精神瞬間都來了 民宿的老闆以及老闆娘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熱情 從我們一進門開始就跟我們聊天 一進民宿就可以看見庭園中的造景 後院還有超大的蕩鞦韆以及草地 一樓公共空間也蠻大的 看得出來老闆和老闆娘花了很多心思在佈置 還有電梯可以搭 氣氛也很好 我們上一次住的那一間 他的民宿名稱叫 山頂那一間 那這次我們住的叫鳳林最美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民宿的名字 都是非常特別 房間的環境乾淨整潔 一個人住一碗不到1400塊的價格 附贈早餐 魯特算是還蠻推薦的啦 鳳林鎮位於花蓮縣的中段 鎮內的人口主要有客家人居多 是花東地區客家人口最多的地方 特產的話 應該算是校長吧 全台來自鳳林的校長人數近數百人 是全台校長產出密度最高的地方 所以也被稱為校長的故鄉 今晚不愛讀書的我 也來體會一下平常校長住的鄉鎮 看住起來 書能不能看得多一些 而說到校長的故鄉 我們晚餐的地點也是一個故鄉 由民宿老闆以及老闆娘推薦 聽說在花蓮非常有名的 遺忘的故鄉 月如食堂 大家在 民宿休息了短暫的二三十分鐘吧 現在呢我們準備要去吃晚餐了 那今天吃的晚餐呢 是這個民宿老闆娘推薦的 據說在花蓮這邊非常的有名 月如食堂 好像是吃梅子雞還有什麼一些其他的沙鍋魚頭之類的 那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 中午雖然吃了很多 可是現在肚子又餓了 可能是因為在那邊拍照的時候 他媽耗費太多體力了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要去吃飯 走哥 可憐的橘白就讓他留在這邊顧家了 太陽下山之後 天空呈現了一種魔幻的藍色 就好像還想繼續照亮我們接下來的路程 跨越台九線 接下來的路上幾乎沒有路燈 越來越偏僻 越來越偏僻 越如食堂 就像是一個位在半山腰上的秘境 路徑會越來越小條 路面會因為青苔變多 而變得越來越綠 從民宿出發 騎了大概十分鐘之後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個算是秘境的餐廳了 我們剛剛從民宿騎了大概十分鐘吧 現在騎到這個我們今天晚餐地點 越如食堂 那因為今天是一個假日 所以可以看到呢 車子全部停滿好不好 這個空地全部都是車 有可能是因為假日 然後又加上這一間 其實 聽剛剛我們那個小小准說 平日的時候也蠻多人的 現在我們就要準備進去吃飯了 因為我們有定位 從校長的故鄉 我們來到遺忘的故鄉 還沒走進門 老舊斑駁的木製大門 就已經非常有氣憤了 一進門之後 歡迎我們的是重重流水聲 以及青蛙的呱呱聲 環境古色古鄉 很有日式的味道 從剛進門 就好像可以遺忘世俗紛擾 享受靜密的氣息 我想這也是這裡叫做 遺忘了故鄉的原因吧 蠻特別的 因為像我們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要先脫鞋子 裡面全部都是榻榻米的 我覺得今天蠻可惜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夜景寶箱 雖然我們有定位 但是它那個是 依照你實際來到現場的時候 他去排位置了 那非常可惜 我們沒有排到 可是沒關係 我們呢 肚子很餓 我們著重在吃 我們不用看夜景沒關係 看夜景的話 我們去大渡山看就好 很可惜 這一次沒有被安排到夜景的小包廂 但是一進餐廳 還是馬上就餓起來 首先第一道菜 炭烤梅子桶雞 這是月如必點的老招牌菜 油亮金黃的外皮 散發著淡淡的梅香 搭配雞油 強調一下 是雞的油 不是橘白喝的雞油 搭配不死鹹的雞油 不管是淋在白飯上 還是沾著雞肉直接吃 都非常的搭 幸好在剝這個雞的時候 沒有讓中午的老闆娘看到 不然應該又會說 我們怎麼把雞 給搞成這樣 是我們的在地人 專業剝雞手 好好看 有一個雞頭 你這個被中午那個老闆娘看到 他就會罵你 你怎麼把我的雞剝成這樣 這樣大家才能吃的 對 來這邊必點梅子雞 然後聽說砂鍋魚頭不錯 我們今天吃的是和菜 一桌 不知道多少錢 我們把湯換成砂鍋魚頭 現在我們砂鍋魚頭來了 一個小石頭 我們砂鍋魚頭的頭是石頭 不是魚的頭 這就是我們的梅子 而且它的肉看起來非常軟嫩 因為它香料塞的都是蠻軟的 專業剝雞手 切成薄片的山谷瓜 與梅子汁混合 算是蠻開胃的 即使不愛吃谷瓜的朋友 也會愛上 雞蛋豆腐外包著鹹鴨蛋 這個是除了雞肉之外 我最愛的一道菜 有來吃的朋友要注意 非常的燙 砂鍋魚頭了 來了一個頭 還有一個鍋了 現在就只剩下砂還有魚了 原本和菜 附的是野菜湯 但是魯特真的非常的推薦 把野菜湯 換成砂鍋魚頭 直接整鍋連同炭火端上桌主 沙茶味道不會說太重 喝起來反而蠻清爽的 超級大鍋 湯如果喝完的話 還可以加 當天和菜我們點的是中份量 以我們一桌11個人來吃 我覺得是不太夠啦 飯還多加了4碗 有點後悔沒有點大份量的 所以吃完之後反而有點空虛 但是不管是口味 環境氣氛 魯特覺得月爐食堂 如果你有來花蓮 一定要找個機會來試一試 絕對不會後悔 下次我應該會挑在中午的時段過來 這樣還可以順便俯瞰整個華東縱谷 報告一下因為這一次我們的禮品 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在來之前呢 我就已經先去郵局 把我們的禮品先用郵寄的方式給他寄過來 吃飽喝足 還順便打包了兩鍋超大鍋砂鍋魚頭 我們也即將進入這一次大家最期待的抽獎 這次抽獎的品項更多了 多到還需要魯特在出發前 從台中先寄到遠在花蓮的民宿 首先是我們的最大獎 INSTA 360 ONE X2 很感謝360 贊助我們這個機車套圖加INSTA 360 ONE X2 上面還附了一張64G的記憶卡 非常感謝他們 360這個東西也是真的不錯啦 然後如果你有在騎機車啊 你可以把它加在上面 360度可以排到 非常的方便 那我會把我的那個連結 放在這部影片的下方 有想要購買的話呢 你可以去購買 這次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接著是我們極限專賣贊助的 超級洗車組兩組 雖然我沒有什麼在洗車 但是看到這洗車配件這麼齊全 搞得我都想洗了 那極限專賣現在有在做商品初清的活動 4月19日到5月4日消費 滿5300則300 滿3600則200 滿2600則100 初清的商品則是有 飛樂M3 Takeaway手機架 5P手機架 ID 221 A1 Plus藍牙耳機 防禦公式 運動相機配件類 有興趣的朋友們 也可以去官網看看喔 最後則是我們IRR1 贊助的2021 NOVA四分之三 安全帽一頂 非常感謝自己贊助神秘光碟片 魯特是覺得跟廠商協調可以送給大家的產品 以此來回饋給一直以來支持以及鼓勵我的朋友們 我也真的非常開心 最後這個夜晚就在簽名以及講幹話 這樣愉快的氣氛下結束了 大家早 今天是我們這樣旅程的第二天 然後現在呢我們起了一個大早 也沒有大早了 已經超過八點半了 然後我們現在起床 民宿這邊有復早餐 可是我不知道它早餐的全貌長什麼樣子 目前就是一個 這是什麼 蔥花餅 飯桶 豆干 然後還有米料 所以現在呢我們要先拿好好的刻一下 早上我去背了空白機 現在在充電 所以刻完之後我們要回去先把我們的經理整理完了 今天的旅程 想到就好累 因為我今天要回泰中了 可是我不能走中橫回泰中 我只能再往下繞到南回 然後再回泰中 好啦不要再說齁 趕快吃了 我看對面的這三個已經快不行了 走啦走 走 好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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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早餐跟大家互相嘴炮一下 雖然說今天就要展開回程了 但是我們的行程還是要給它玩到最後一刻 再回家 昨天我們來到校長的故鄉 晚餐去吃了遺忘的故鄉 今天一早我們的第一站 就是小黑文的故鄉 花蓮的雲山水 離開了民宿之後第一站我們沿著台九線一路往北 今天早上的天氣看起來就好很多了 昨天消失了幾乎一整天的太陽 在我們出發的時候終於出現了 其實原本雲山水的行程 是在昨天到了Seven之後打算前往的 但是因為天色暗了 所以只好改成今天早上 果然還是跟我們重庭兄說的一樣 全部的行程 只有昨天集合地點 還有昨天的午餐是有對到的 從民宿出發 我們在騎了短短不到20分鐘 接到台11秉後右轉 來到了雲山水 各位 我們昨天吃的月爐 遺忘的故鄉 今天我們來到雲山水 小黑文的故鄉 小黑文的故鄉 我覺得這個訪問液吃起來還算暖嫩 所以我現在還是進行禁聲的儀式 我們把這個訪問液全部噴滿全身 小黑文就不會來了 已經噴了一罐 快半罐去了吧 很夠了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要進去 小黑文的故鄉 哥哥 雲山水就像它的名字一樣 山脈、湖水 加上今天看不到的白雲 由多間城堡民宿 洛宇松林 一大片翠綠的草地 以及這個夢幻湖組成 湖水因為含有石灰 所以呈現Tiffany又帶乳白的顏色 也因為這個湖泊是個人工湖 沒有水流進流出 所以湖面非常的平坦 就像裡面鏡子一樣 反射著遠方的山 以及周圍的綠樹 搭配周圍城堡的民宿 風景就很像是明信片裡的風景化 而園區中最熱門的 大概就是這個跳石瀑布了 在園區裡面還有鵝可以餵食 那魯特覺得雲山水的環境是蠻棒的啦 不過缺點小黑蚊真的是超多的 如果你真的很怕蚊子的話 那仿蚊藝真的要多噴一點 或者是穿著長袖長褲 因為那天我蹲在地上飛空拍機的時候 手指上不誇張 超過10隻小黑蚊同時停在手上 也難怪這裡會被稱為小黑蚊的故鄉 離開雲山水我們也來到了這一趟花東的最後一個行程 從台西丙線借回台九線 離開鳳林開始一路向南 在接近光復的時候 我們右轉離開台九線 進入馬泰安 沿著馬恩西西畔 騎在大馬聯絡道路一路深入 經過了大概5分鐘之後 一處幽靜自然的湖泊 出現了在我們的眼前 搬摩方堂一間開 美你們 sharing 伴母方堂一見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取哪得清如許 唯有源頭火水來 用珠希的詩來形容吉利潭 我覺得是再適合不過了 相比於剛剛去的夢幻湖 我自己還是更愛這個吉利潭 不是因為來到這裡我自己會覺得很吉利 而是因為四周被青山環繞 潭水反射著天空的光彩 以及浮雲的影子 吉利潭原本是馬西山下 馬太安西的天然湖泊 自古以來是光復鄉阿美族人的細水秘境 與奇雨勝地 在日治時期因為伐木葉興盛 所以人工開鑿成除木池 但隨著伐木葉的沒落 曾經變得一片荒芜 直到經過整治美化 才成為了現在看到的吉利潭 帶點中國風的拱橋 有一個很夢幻的名字 映月拱橋 垂在壇面上的柳樹 無時無刻都散發著清幽的氣息 壇中的這座小島 是一座迷你到不能再迷你的生態福島 運氣好的話 可以看見百祿司在這邊休息 也因為這座福島長得很像台灣 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蓬萊仙島 而在吉利潭旁邊也有環潭步道 這個步道也不會說到太長啦 大概走個15分鐘就可以繞完了 現在這個季節來到這邊 旁邊的山上 還可以看見綻放的油桐花 相比於台北的大湖公園 魯特覺得吉利潭更給我一種放鬆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這又是處在東部地區 讓人產生的錯覺吧 愜意倒不能再愜意 重點是來到這邊的人 真的超級少 我想這也是他除了風景優美以外 最大的優點了 騎車騎累了 從台9線上繞進吉利潭 不用15分鐘的車程 呆著呆著 不知不覺 身心就可以很放鬆 以吉利潭作為我們這趟旅程 停留的最後一個點 接下來我們一路往南進入玉里 最後一站 來到玉里 在這裡吃個玉里麵之後 就即將結束了這一次的旅程了 各位 我現在人在玉里 然後我們今天呢 原本要吃那個玉里麵 就這間 我原本要吃這間 可是呢 因為他現在 疫情因素 所以他沒辦法內用 所以我們只好 繼續往前 去吃那個花蓮在地人說的 他們也很常去吃 小木屋 然後他裡面也是有玉里麵啊 一些小菜啊 乾麵啊 糖麵啊 什麼都有 個人是覺得 這個玉里麵吃起來 可能是我的嘴巴 不是那種 饕客的嘴 所以其實我也吃不太出來 它到底 跟其他的 一般的 到底有什麼差 還蠻好吃的 是還蠻好吃的 現在吃完了 然後我們的行程也差不多 幾乎都結束了 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開始起程 回程了 好各位 我們現在呢 我們已經吃完了 我們在玉里 吃完了這個玉里麵 然後今天的 這兩天的行程 花冬之旅呢 到這邊也算是 正式的結束了 這一次呢 我們的影片的結尾 非常不一樣 我有請到 我後面這一群人 跟大家說拜拜 大家應該覺得這幾天 OK嗎 OK OK喔 OK吧 OK 我們的聲音就是這麼小聲 已經很小聲兩天了 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 拜拜 行程到了玉里 雖然就結束了 但是我這趟回家的路 還沒有結束 一路從台11縣 殺到台東市區 一個一個 跟大家分開 在吃完了 玉里麵之後呢 你以為這部影片 就結束了嗎 還美 有人到家了 不會啦 這次非常感謝我們這個 媒體組小職工 兩位 對有兩位 拿GoPro還有拿相機 所以才有這部影片裡面 看到美美的照片 出自於這兩位之手 非常感謝他們 再重提說拜拜 拜拜 他家已經到了 好煩喔 在過去10分鐘已經到了 好煩喔 爽喔 接著我們從台東市區 一路往南 與南部的朋友們說再見 出南回改的時候 已經接近晚上7點了 最後終於在凌晨的 接近3點到家 第二次帶觀眾出來騎車 很剛好的 去城的時候 凌晨3點到花蓮 回城的時候 凌晨3點到台中 你們一定會問我說 這樣不累嗎 累 爆幹累 但是看到這一群觀眾 每一個人臉上的笑容 身體上的疲累 當然也就忘光光了 相比於上一次 這一次我自己的感覺 可以說是熟練很多了啦 不過可能是我放太多心思 在觀眾身上了 花蓮 在我回家之後 反而會覺得好像沒騎到什麼車 兩次以來 帶觀眾出去騎車 我發現幾乎每位觀眾 都會給我關於影片的意見 或者是問說 怎麼那麼久沒出片 直接在我面前拿著一個碗在敲 也幾乎每一位看到我 就是先幹個幾句幹話 我自己也是很愛 這種與大家互動的過程 未來帶觀眾去騎車 也會繼續的辦下去 如果你還沒有跟魯特騎過車 可以持續關注我臉書以及IG 有機會 一定熟度會丟的 我們在這裡 很久不見 從東方向市場 都會放在一陣子上 市場 是一個尋常 的 你還會看到 我快點說 我們正在在外面 從東方向市場 是一個尋常 你還會看到 我們正在一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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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去 餓了嗎 餓了吧 你還在累啊 還是你先回去好了 現在中間這位一直被我們霸凌 他是今天的打飯班 我們有專業搏擊手 我們有打飯班 這個判主穿13N的衣服來 可是我不能太嘴他 因為他是警察 我怕他等一下要檢舉我 可是他這次沒有帶紅單沒關係 雲山水 然後我們的車友們已經全部進去了 可是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呢 這幾個車友真的是太相信忍性了 他們是直接把包包丟到地上 最後也是 我只能說非常佩服這兩位車友 除了擔任媒體志工之外呢 他的女朋友 對 你剛剛為什麼猶豫 哈哈哈哈 年輕人 當初剛騎車的時候 對 怎樣 最喜歡那種 赤裸裸乾乾淨淨 690 SMT那種 變成初老騎士之後 太年紀有了 哎呀 風鏡真消 好 看一下我們 什麼 當我們覺得很冷 會開始下雨的時候 對 哇 哇 那現在這個人啊 已經懶到就是 風鏡也要電動 他完全不想用自己的手 風鏡真香 那你伸這雙手出來幹嘛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如果我來花蓮的話就跟他說 因為他是那個在空軍 自願役吧 對 空軍的自願役 然後這是你們裡面的算是 帽子 帽子 還有名字 還有名字 各位 Air Force Air Force 不是只有Nike 我們花蓮也有 從今天開始 我也正式加入空軍的一員 我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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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